众人开心与灾情勘察车合影 希望未来能够提升项内的消防救灾量能 这台勘察车是由当地的购物商店 以及企业科技公司共同捐赠 为了表达最崇高的谢意 消防局办理表扬一事 感谢民间资源的善行依据 非常感谢我们毅力购物中心 以及自警科技公司来共同捐赠 一辆福特皮卡的救灾车 现在见证这台是可以讲是最新最好最有效率的 因为它是一个四人传动底盘也高 所以特别适合我们新义乡境内的任何 救灾救护救人救困的一个任务的执行 尤其我们在任何的风灾过后或地震过后 有一些可能路段桥段路不通 它这台车还可以涉水 可以涉水前进受困地区救人或运送物资 事实上这次捐赠勘察车的企业代表 从小就是在信义乡长大 也了解每次天灾来临 原乡地区饱受摧残 因此希望与家人益住资源 在家乡的消防救灾上 除了提升救援效率 同时也保障救揽人员的安全 我们家里就是紧邻着大马路 所以其实常常看到一些车祸 然后一些需要救灾的部分 那后来跟益销这边联系之后 那他们就说 他们现在比较需要的是出勤的一些车辆的设备 对 然后因为原本也有想要捐救护车的部分 那讨论完之后就会 就觉得是出勤车现在比较急需 对 所以我们就讨论完之后就决定了 捐一个适合我们山区救灾的出勤车 益销其实他们的资源也很有限 所以几次跟他们讨论之后呢 他们觉得说 这样子四轮团的车子 对他们来讲的帮助真的比较大 那也真的希望说 爸妈跟妹妹这边的爱心 能够帮助新一乡受难的人啊 能够第一时间受到救护 先议员林如阳也到场关心 宁议员指出 南投县多数都是山区 因此四轮传动的车辆是相当重要的 相信未来在救灾或是执行相关工作 对于地方来说是一大助力 在我们这个新一乡 其实因为服务员非常的广大 那常常会有这个土石流 那一般的车辆其实在救灾的时候 很常自己的车辆就会卡在那边 甚至无法动弹 那反而说救灾的 救灾的情况无法进行 甚至连我们救灾的同仁自己都会受困 那所以很感谢 赤寝科技捐赠的这台毅力号 那这台毅力号它本身是四轮驱动 又比较高底盘的皮卡 在救灾的情形需要发生的时候 那我们的这些消防的弟兄 自己的安全 自己的平安也可以受到保障 那当我们新一乡有很多的灾民 需要救灾救难甚至救命的时候 它也能够尽快的赶往现场 新一乡浮远辽阔 多数山区地心 未来有这台高性能的勘察车进驻 在消防救灾的工作上是一大助力 也透过表扬仪式 抛转引玉 期盼有更多的民间资源结合政府力量 共同守护民众 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邱平易 新一乡采访报道 从来专家地下导家 respe略的灾民 保障 循远 尴会 预防